主料,搞精粉250克,干酵母3克,细砂糖40克,辅量,盐3克,倒25克,水130克,色拉油20克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称好各种原料的分量,倒在一起搅拌成团。 注意教母不能跟糖或盐直接接触,前辈告诫,温柔所摔达至扩展程度,取一小块面团拉伸至有薄膜状,破洞类似又齿状为达到扩展程度两如图,达到这个程度表示,可以用来制作甜面包了,将至扩展程度的面团收圆,进行基础发酵28-29度,湿度75%,发质两倍大, 用时只沾上高的插入面团中间,插团不回缩为发酵完毕,如果回缩表示还没发酵完整,可继续发酵多点时间至发酵完毕,间隔分团本源进行醒发室温即可,15分钟后醒发结束,整形,这里容易犯个错误,就是从最外面的一片开始卷,结果做出来是风车状,不是花,从右往左阵,卷成团, 对半切开,对艺术力,台阶烤弹率进行最后发酵,发酵完毕,刷干液,预热烤箱190度,烤15-20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注意卷团时,要从最外面的一片开始卷,要不,出来的结果做会是风车状,不是花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